看电影 找旭哥 诸击百床用碗车 大家好 我是神刀旭哥 这是我见过最壮观的一场驱魔仪式 上百名驱魔石 从全国各地纷纷赶来帮忙 当地政府以瓦斯泄露为由 紧急疏散小区周边的居民 确保本次行动了顺利进行 究竟这是以什么样的恶灵 能动用全国的力量来收拾的 今天旭哥就让大家看一部 2018年上映的日本空片来了 真是好久没有看过这么爽的空片了 老规矩 现在后看 养成习惯 话不错 咱正识 看这儿 话说三哥和秀兰是一对情侣 由于三哥工作努力 在东京已经买房买车了 这次回来就想跟秀兰把婚礼办了 三哥最大的一心愿 就是能和秀兰有个宝宝 果然婚后没多久 秀兰就怀孕了 由于第一次当父亲 三哥也没下经验 于是就买了很多育儿相关的书籍 每天在微博上打卡学习的内容 这点三哥叫了一帮同事来家里玩 有同事好奇 三哥 你这房子多少钱买的 我知道 我之前跟小花说了一嘴 其实明被人都能看出来 三哥跟这个女同事指定是友谊腿 这天同事说楼下有个叫知杀的女的爪子 三哥心思 这么巧 我给女儿起的名也叫知杀 但下去后并没有看女儿 三哥说 铁子 你是不是逗我呢 哪有人啊 突然同事的肩膀开始呜呜冒血 这把三哥吓懵了 没过几天他同事就死于怨了 不久后三哥的孩子出生了 为了做好一个父亲 他积极参加各种育儿课程 几乎每天坐在微博上分享学习知识 他在山上跟一个小女孩玩 女孩说有人要带走他 说三哥是个骗子 早晚也得把他带走 随后他梦到在爷爷家 有人招呼他名 三哥就骗他 说三哥面也家 结果这人竟然招呼他女儿的名 这给三哥下一拘令 醒来时发女儿站在跟前的 从那以后 他家里就不断有怪事发生 三哥把这事跟他好哥们丁王刚说了 刚哥给他介绍一个朋友 名叫龙哥 因为龙哥的前女友就是个驱魔师 于是他仨来到王友红的家里 小红一把抓住了三哥的手 开始改了 说你得对你媳妇和孩子好一点 这把三哥气的 这我陈老三 疼老婆孩 那全网都出名 都会不会算呢 为了验证自己没有猜错 小红决定亲自去三哥家一趟 果然第二天中午 他家里好像进了东西了 把屋里东西全干碎了 直接小红大喊一声 就这样恶魔被击退了 突然小红的手机响了 他接起来一听 是找三哥的 原来是小红的大姐亲自打来的 他大姐也是居魔师 可能感应到妹妹有危险 他跟三哥说 你家这恶灵非常凶猛 我老妹根本不是的对手 现在你去看阳台上的花 已经长满了虫子 这些都是恶灵请来的帮手 你赶紧用火把他烧掉 由于秦姐太忙了 赶不回来 所以他给三哥介绍了 另一个居魔师 老孙太太 老孙太太一见面就说 他来了 三哥说 啥玩啊 这地方也能来啊 突然后边一桌传来了尖叫声 桌子上全是血 最后老孙太太就倒了 原来恶魔把他的胳膊给卸了 小伙子 快去救你媳妇 于是三哥赶紧打车往家走 并给媳妇打电话 让他抱孩子出门 这时秦姐打来电话 不让他和媳妇见面 说这样会连累他们的 你先自己回家 然后听我安排 三哥到家后 发现小区里仙气飘飘的 按照秦姐的吩咐 把家里所有的碗都装满水 将菜刀等尖锐的物品 用布包好 打碎屋里所有的镜子 然后把大门打开 秦姐说 接下来就看我的操作了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 秦姐说 你别急 这一定是恶魔打来的 三哥 我是秦姐 现在马上离开这里 你中了恶魔的圈套了 他伪装成我的声音来诱惑你 如果你走不了 就拿一把刀 站在镜子前面 因为他最讨厌镜子和尖锐的物品了 三哥 不要相信的 我才是秦姐 三哥 我才是秦姐 三哥一听 我怎么有点懵呢 这到底该相信谁呀 这是手机里的恶魔露馅了 转 门口出现了一个女孩 二王屋里冲 三哥赶紧把门关上 但是不好使 这一个门哪能挡住恶魔呀 这时 他回起了小的时候 那个女孩的名字 也叫自杀 随后三哥的下半身 让恶魔给撕了 就这样 三哥 租 三哥死后 他媳妇又回到了超市工作 秀兰一边要带孩子 一边还要赚钱养家 可以说是非常的艰难 但是秀兰心里还是挺开心的 因为三哥并不是什么模范丈夫 自从他有了粉丝后 几乎天天守在电脑旁边 回复大家的评论 营造一个好丈夫的形象 而实际上 孩子全是秀兰在照顾 他连一块尿布都没换过 就连女儿受伤去医院 三哥也不闻不问 打开电脑 第一时间先发条微博 这给秀兰气完了 说你这样也配当父亲吗 那三哥更有词 说你不就生个孩子吗 牛逼啥呀 你瞅瞅 这哪是一个丈夫该说的话呀 好在三哥有个好兄弟 三哥死后 三哥就经常来他家照顾秀兰 结果照顾照顾 就照顾床上去了 走到以后 秀兰也想开了 这孩子也不管了 我也不熟悉了 这得放背自我 在XX头子了 那小红心疼孩子呀 就过来照顾自杀 结果在他家发现了一个隐磨服 原来这个服 正是丁王刚放的 他从小吧 就乐意抢三哥的东西 长大后 就把他媳妇也给抢了 小红把服烧完后 刚哥也遭到了恶魔的反噬 死无力了 这天晚上秀兰问他 说你为啥这么喜欢自杀呀 小红把肚皮一掀 说自己怀不了孕 所以对孩子格外的喜欢 秀兰说 既然你那么喜欢 那把孩子送给你吧 转 自杀被恶魔覆尘了 小红赶紧出去跟着斗花 让秀兰带孩子先走 那秀兰也没地方去呀 就躲在一个商场的厕所里 不待会儿 他听见有人敲门 就这样 秀兰 而女儿自杀也神奇的消失了 这边 龙哥发现了受伤的小红 就把她送进了医院 这时 看见一个戴墨镜的女人 此人正是小红的大姐 秦子 跟你说 她大姐可厉害了 她是日本最牛逼的去莫师 处理的案件都是国家级别的 只见秦姐点着一根烟 往小红的肚子上一催 小红就恢复了正常 哎 你说三级不仅 秦姐说 你好好想上吧 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我了 那先是给省长打个电话 让当地政府配合工作 然后请全国知名的灵媒师 来这里协助的 但是意外发生了 恶魔在半道 弄死了将近一大半人的灵媒师 由于人手不够 秦子只好让龙哥过来帮忙 龙哥的任务只有一个 回三个家里打走卫生 把恶魔引到三个家里 晚上一个护士正在装扮生态树 突然他听见有一帮小孩在玩 于是就让过去看看 结果护士不足 其实这个恶魔 是一群死去的小孩 组成的怨灵 人叫破鸡魔 第二天 政府紧急疏散了群众 并来小区搭建驱魔场地 一切准备就继后 驱魔仪式正式开始 不好意思啊 串台了 就在这时 龙哥的肚子疼又拉西 正让他拉一半的时候 恶魔来了 最后把龙哥拖了口去 等到醒了一看 是小红 龙哥你看 自杀在我肚子里呢 说完他拿起一个镜片 这把龙哥吓懵了 与此同时 外边的舞台也干塌了 各位驱魔大咖 也都开始纷纷吐血 其实刚才的小红 是被恶魔附身了 秦姐赶紧被他进行驱魔 完事后 自杀也出现在了屋里 原来破鸡魔 正是自杀招来的 因为他迟到 父亲根本就不关心他 母亲也要把自己送人 所以利用破鸡魔 把父母给杀死了 秦姐一看 自杀跟恶魔连接得太深 只能一起消灭了 龙哥实在不忍心 就想过去阻止 结果秦姐一刀交叨作人 这时小红也不忍心 说姐呀 她这是个孩子呀 此时龙哥拿起去魔镜 啪就给摔了 这给秦姐气的 说她虽然是个孩子 但是她杀了自己的父母 这时屋里的墙开始裂开 墙缝里流出大量的血 秦子赶紧念咒语 不让恶魔接近 此时 破鸡魔想要龙哥手里的自杀 但是龙哥就是不给 秦姐一看 既然如此 那就报警孩子吧 反正后 她把小红捡走 想要和破鸡魔单条 一时间 所有的血 全部被向秦姐 只见秦姐 唯唯一笑 最后破鸡魔就被干出来了 至于秦姐 是生是死 谁也不知道 我猜应该是没啥事啊 而龙哥和枝沙 掉在草坪上 没摔死 龙哥吓得赶紧上头事 买了一包烟 喝两门啤酒 压压惊 然后跟小红坐在场椅上 就开始喝 你说这俩人心多大 这时枝沙好像做梦了 在那嘎不嘴 小红好奇啊 就看看她做的啥梦 过来到这就结束了 这是近期我看过最好看的恐怖片了 由于时间有限会拉下很多的细节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我认为全面最精彩的就是驱魔的部分 没想到一个恐怖片 居然能拍出大秦王朝的感觉 真是非常哇塞呀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关注和转发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我们下期再见